好 繼續再看到一名貨車司機 開車到瑞穗富原村一家麵店準備要吃麵 下車之後疑似是忘了拉車子的手剎車 就進入店內來吃麵 那麼下一秒呢 車子就向前滑行到對向大約30公尺的距離 撞上了停在車庫的車尾 那麼經過車主發現立即的報警 那麼貨車司機才知道事情大條了 坦誠疏失也願意負起賠償責任 天外飛來橫貨 好端端的停在這家門前車庫的車子 居然就被這部貨車撞得車尾防撞感 凹陷歪曲 半斤刮花還潑了個大洞 怪的是貨車上卻沒有半個人 7月還沒到就提前見鬼 令車主毛毛的第一時間報警處理 並查看住家監視器後才真相大白 警方調查 這一名貨車司機疑似下車後忘了拉手刹車 導致車子就這樣順著波渡地形往前滑行 約2-30公尺後不偏不已就撞上 停放在車庫的車尾後才終於停止 此時正在變電吃滅的貨車司機 渾然不知 經車主報警告知才發現自己戴基大條 令車主以及附近鄰居住戶是好奇又好笑 為79年次不幸民眾駕駛自用小貨車停放於復原路餐廳前 下車時手刹車未拉 導致車輛延延復原路西向東滑行 於58年次周性民眾停放自小貨車發生碰撞 公民分局提醒民眾在離開車輛時 不必確保手刹車已拉起 尤其在坡道上更是要確認 以避免造成事故及財產損失 因火車司機一時的疏忽而造成這起車禍意外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火車司機也願意付起赔偿責任 記者是宇蘭 瑞士採訪報導